只有击打当地人才懂的超盈利茶餐室 食物也确实有惊喜 这间蓝蓝茶餐室的前门大多的时候都是关着的 需要从Mix这个店旁边的小箱子也就是后门进去 一进门吸引到我的是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厨房 有散落在各角落的储具 也有乱中有序的食材和调味品 让我不禁回想起以前我外公外婆经营过Bitam的感觉 之后直接在厨房跟老板娘order食物 第一次来的话呢 他就介绍我们点他的招牌干净和芥兰草鲜鱼 由于炒菜切菜都是他自己一手包办 所以人多的话需要等上一阵子 尤其是周末时端 点好菜后就进去找位置坐下 中间有一间间的包厢 再继续往前走就是茶餐室的主厅 前门也种满了老板娘喜欢的花花草草 一眼望去他就是最突出的啦 这道干净不愧是这里的招牌菜 很特别的是有配上炸姜丝和蒜片 炊中带点苦味 鸡肉是咸中带点焦香味 味道完美的融合一起 芥兰也炒得很软咸香入味 我点了两道菜 两个白饭再加两杯水 一公是24块 老板娘说他入行40年 今年也60岁了 这间店铺经营了18年 每天都有不少熟客光顾 可能有人觉得厨房有点脏乱 但我个人认为 这就是他的地盘 他的战场 要吃你就乖乖进去做 不吃你大可以掉头走掉 我是Snow小雪 下个影片再带你继续吃 也许 下来 柯